中国对外军事援助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类型裤腰带给当时的盟友送去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结果就是养了两个众所周知的白野狼,阿尔巴尼亚和越南。 所以现阶段中国对外军事策略便为以高质量的人员培训为主,服役校批量武器装备援助,很多国家的军队看抗上,我军全面而严格的军事教学水平。 每年都有大量外籍军事人才,从我军各军事院校,毕业后回国师展才华,托为爱富汗国民军事兵方阵,这正不走的相当小魂,简直是五花八门,千人千面。 近日,阿富汗也注意到,中国在军事教学方面的强大能力,已经拥有中国达成人才培训协议,夜时大批爱富汗国民军军官,将在中国军校中,接受作战指挥和班组战术方面的系统培训。 此前,有西方媒体不怀好意的故意歪曲事实,声称中国军队将向中国。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交界处的阿富汗巴达和上省,华卡走廊地区训练一地派遣军事人员,阿富汗中华大使专门出来予以博士。 真实情况是阿富汗军官,将进入中国境内,接受中国的军事培训。 鼻子想起一名前美国陆军军官曾在网上发布的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人素质的评价。 他认为这两国的军官和士兵文化素质太低,接受知识的速度和身体协调能力堪忧,且斗志低迷,参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听到枪声仍能与美军保持队形,而不至于扔掉武器逃跑已经相当不错了,根本不指望他们能打到什么东西。 即便是重金培养起来的二国民军特种部队,也只是好一点点而已。 对此,鼻子认为不管是怎样的士兵,只要在解放军的手里,都能把约成高,成为合格的真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军事顾问团曾接受一个更加棘手的培训对象。 塔桑尼亚陆军,真的是从走路,坐西,口令开始一点一点,的手把手的叫。 今年时间就让这只出名的东非若旅变成虎狼之师,而且还是当时非洲国家军队中,第一个完成布塔鞋同,布炮鞋同战术科目的军队,在随后的几次战斗中,打倒了乌干达和利比亚侵略军,还一路逆推到对方境内。 最后还是联合国出面劝阻,塔桑尼亚军队和中国顾问团才收手。 如今,塔桑尼亚国泰尼安,经济繁荣,其军队也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式装备,甚至其部队编制,训练操典,做西口令也完全照搬过军模式,号称打遍非洲无敌手。 塔桑尼亚军队也因此获得一个喜闻乐见的外号东非解放军。 除了人员培训方面的要求,阿富汗还表达了向采购中国生产制造的武装直升机的愿望。 阿富汗地形多高山,对小谷武装人员来说,是德田独厚的作战场所。 而机动灵活,可垂直悬停,又一定装甲防护,同时拥有先进火控设备和强大攻击手段的武装直升机,成为极致价值的反流激利器。 中国现在有两款战斗型直升机,一种是专用武装直升机,武之副石,另外一款是武装侦察型直升机,武之需求,都能满足阿富汗的需求。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